那当年我都说嘛 那个高洪波那被抓进去了 被两次在海南公安部找他讲话 那现在还依旧国家足球协会副主席 对吧 这些人为什么你想想 他为什么还能在这 因为这帮孙子一直在这个体系里 他老婆是足协的财务 在足协里面已经二三十年了 足协的真正的这批人的中层 没有一个患的 除了被抓进去的 这些人也是真正中国共产党的恶里面 能培养出来的 他们的处级科技干部 一直牢牢的掌握在这些人 他们就跟丁的户一样 对吧 马克千去世了 他的小女儿马蒙还在注册派 是吧 有的人一来那几十年 那高洪波他老婆在足协里面 是吧 财务 几十年了 二三十年了 你想想他们这一代代传下来的时候 你能打破吗 你所有最后要进去的人 都会被他们左右着无形的手 就像这次郎平 不为不为奥运会完蛋以后 走了连个声音都没有 对吧 对吧 谢谢大家